弟兄姊妹 心靈珍普今日的主題是 以靠主作我們的生命 是信心生活的表達 基督已經住在我們裏面 祂昼夜供應我們 最能夠幫助我們 主一次次叫人到祂面前 以致得到安息 不渴亦都不餓 人有兩個大問題要解決 第一是因為犯罪而死亡 同神隔絕 而第二就是要得生命 很寶貴 主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要依靠主做我們的生命 其實這個 都是信心生活的另一種表達 我們心想些什麼 相信些什麼很重要 因為我們每一天 都是要打心思和信心的仗 我早就快說信心方面 我就說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這是另一種表達而已 你依靠祂生命活著 祂做你的生命 祂在裏面供應你 這個根本就是信心的生活而已 不過呢 可以說另一種的 說得清楚一點 祂的靈在心中幫你 你依靠的時候 你的心 每天早晚都需要祂幫你 所以祂救你 祂說我們救主 我現在講基督行的生命 講出裏面的運作 還有祂在裏面的寶貴 祂在裏面 一方是祂學想 他想幫你最近最近最近 但是祂裏面不單單在這裡 祂還是為你而活的 祂為你而活的 祂為你而活的不單在榮活中長權 他還在你心裏面活著, 他在我裏面活著, 整個我們一早夜, 我的心靈需要什麼呢? 需要他供應來, 所以這個太寶貴了, 最重要是我的心, 除了他之外, 沒有人能幫到你的心, 人家去勸你, 教你, 最後你必定, 到他面前, 必然是他親自, 直接在那裡幫你, 就像我講幾個信也好, 我很想你的心很好, 我不能在你的心, 好,不行的, 我講那麼多, 你都可以到主面前, 我必須明白真理, 不要幫他騙, 就是那條路, 但你必定自己, 所以主要他一次, 呼召人到他面前, 他説煩怒苦, 擔心重膽的, 可以到我那裡來, 我世上得安息, 他說到我那裡來的, 必定不我, 就是你心裏面, 他説信我的, 永遠不渴, 所以你信就會到他面前, 你已經在他面前, 你記住上面, 你可以再賭資金賭在前, 可以說喝更多, 得更多, 吃更多, 所以你賭面前, 你還可以逗留在他面光中, 讓他繼續作供深一點, 多一點, 響他多一點, 所以他最想, 就是阻礙你, 切心線, 你再去親近住, 他也想繼續拉起心思, 但如果你是經常親近他, 你慢慢, 你的心思就不是那麼浮動, 不會散漫, 一般你都是可以集中, 你多去親近住, 你的心思越是不會散漫, 或者沒有那麼集中, 就算鬧市, 你都可以幫人親近, 不是那麼受影響, 你都可以沒有人, 但是當然, 去到沒有人的地方, 主叫你去到內室, 或者抗疫, 更加好, 實在這個就是信心生活那種的, 仔細講清楚一點, 他就在心裏幫我們, 好寶貴真是, 他在永遠活著, 他名字是耶穌, 我一接受救主, 就不是那天救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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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最重要的是, 就是看這經濟的後果, 審判, 永遠的死, 在地獄裡面, 現在很厲害, 因為這真的極大的死亡, 永遠的死, 在幫神永遠隔著, 人有兩個大問題,因為反罪之後,他那天就死,吃的就死,他死的,雖然阿當還在走走走走走,身體好像還沒死,但已經開始死亡,種子已經在發動,他最後要死身體,不過當天還沒踏在那裏,他還沒犯人前幫實力關係不同了,死在罪惡過範中,所以人有兩個問題, 除了罪赦免之外,一個就是死亡的問題,沒有生命,未能幫神再沒有罪的阻隔,那種的關係,這個是最重要的,這個反而就是終極重要的目的,罪赦免是解決了阻礙,就是為著達到,神要幫我們罪近罪近,不是只要接觸這麼簡單,我覺得很寶貴,今天不是從得樂園記得這件事, 有些人覺得從得樂園已經很好,現在絕對是超過了樂園,今天一信主之後,你重生,心裡已經比較未犯罪,當時你更加寶貴, 那些人覺得現在,我已經被教育,它很糟糕了,這就是負子聖靈,那些人都一定會做到,因為父子聖靈, 1919年有所關財, 你的心思就像朱港,他就抱恕我的支持,你離開他就不能作什麽,但是你可以主要救我,你再依靠他,他就在你裏面救你脫離,在搞你失敗的罪,那些難處。 就是因爲,心意夠正常也發現, Rouge 法治她 partout,可以享受她去撿水。清楚 就是要這個罪,你一定要打武法的,你今天組織亂加信 tut,心思 결국其注真 因為助理而已,因為信心就跟 harmonic,都是幫 selfish而心思 你根據主,你信參對著主,你也是想到它,想到它是怎樣,就在影響你。 你對它認識多少呢?影響你的信心。 所以連起來,《國外七月》第三章,太寶貴,說你信參對主要尋求在上面的時候,為什麼? 我們不同了,說真的,我們現在,愛的對象,我們的來源,resources,太厲害了! 那個源頭都打開了,不單打開了我裡面,它是想供應你的不斷。 你有沒有阻礙?你信心就像頸那樣,就幫你相連,在不到那邊前。 因為被人拘捕,你的心離開它。它都會住在心中,但是你的心,你的心才離開它,遠離它。 即是你有自由的,你想住之後。 我經常把信心說得更加仔細,具體。 每天依靠就是,我依靠它做我的生命,它已經住在我裡面了。 好吧。